今天有少許時間容許我講解這一宗案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今天看新聞,我看到這一宗案 一來就牽涉炒股票 讓我探望我的眼球 我看看 其實我沒有什麼... 我又不是... 應該這麼說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一定要講 我純粹想講 OK 我先把標題拌出來 等一等 這宗案件真的是慘劇 話說 就是在 12月14日 有一個人 有一個市民 收到一個朋友的訊息 就說這對夫婦 一對夫婦和女兒 就不開心 這個女兒其實都年紀很大 48歲 這個女士 沒有女兒 女士48歲 父母就70多歲 老人家 就說不開心 收到不開心 就沒有再聯絡 這個男親友也算是這樣的 登門 操訪 其實我覺得現代人很少 很少衝到別人家 這只是TVP神劇才會發生 就證明這個朋友其實都很關心 那怎麼樣 當然 你壞一點說 欠他錢 也可以 上門就沒有人認 就聞到燒炭味 燒炭 燒炭這兩個字 我想近 這二十年 二千後的小朋友 二十歲的朋友 沒有概念 沒有什麼概念 這個燒炭 是我們那時候 亞洲金融風暴 那段期間的一個詞語 當然是建基於一個很悲慘的時空 那時候就是因為很多人負資產 然後自殺 然後記得那時候有個地方 刺蹄 這件事是我們用了十幾二十年才沖炭 現在說是沒有那麼痛 那時候是很絕望的 不是那時候 就是負資產 燒炭這件事 喂 現在又回來了 是嗎 就報警 消防警察到場 發現一家三口就昏迷在床上 就有一煲炭 那就根據消息 疑似 疑似 這件事 要再跟進 一定是要有更加多資質 現在也是很表面 就說疑似 近期就炒洞股票失利 這件事就定性為協同自殺 協同自殺 我不太明白 協同自殺 總之就是一家三口 就說這家三口就租住了地方 不說了 爸爸就退休前當裁諷 媽媽就做清潔工 他就在機場 應該有人知道 機場一間皮具店做經理 因為疫情影響 生意大受打擊 近日就投資股票失利 欠了60萬港元的債務 60萬就是多不多 說少不少 向親戚朋友急借 也有借又還 近日就再借10皮 再問財仔借 就找朋友做擔保人 結果就親友做擔保人 結果親友 就被人上門追數 收數佬就說 如果不還就升級 上門臨紅柚 又是20年前的產物 其實也還有很多 但是有多可會成為一個社會議題呢 這樣就不僅僅 這位沈女士就有個拍拖 相戀七年的同居男友 就去談婚論嫁了 但是可能因為這次欠債事件 你沒錢就不用花錢 結婚了 分手 這下才是自名商 不是商上加商 不要說是自名商 他就搬回去和父母同住 在12月13日 沈女士曾經開過石油器 以及吞過安眠藥 都被父母制止了 誰知道那次救了一次 這次更糟糕 就是三個一起小炭 第一件事 我想說這件事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社會學專家 也不是想用這個角度去說這件事 是不是關於政治 關於疫情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數據 可能每天都有 或者久不久也有 只不過就是 我不會將它連繫到 是不是 現在的政治局勢 是不是那個 是不是那個 疫情 我不敢說 這件事當然是慘劇 又敢說 全世界都有這個慘劇 是不是 也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 所以 不將它放在一個政策方面 但是有些什麼 我會想說 就是 第一件事 近期炒空股市 近期市多好 近期港股市升了幾千點 為什麼是否陰死他 他以為市很好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炒大了 還是他對 我就真的不知道 什麼市況都會有人炒贏 炒輸 當然理解就是 當他這麼 先撇除了 你說自己活該 借錢 炒弄股票還要借錢 這件事沒有什麼意思 鬼不知道嗎 有頭髮誰想做辣理 每人都有絕望過 每人都有絕路過 還有借錢 沒有那些 恭喜你了 有 我很明白 那些戶口沒有錢 一百元都按不到 借幾間財仔 這些 全部都 我理解 我明白 當你要去到輕生 是很困難的事情 你是去到絕望得很厲害 當你去到絕望得很厲害的時候 你不是去譴責他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先了解 先了解 然後先看看有什麼可以疏道 他當年去到 連男友都跟他 也未必怪得他男友 因為 大哥想要儲錢給他結婚 你跟他說 不但沒有錢結婚 還要欠幾十萬 那怎麼搞呢 那當然 你就這樣看回 你為了60萬 而一家三口 那當然是很慘 那我就搜尋一下 我搜尋一下 究竟香港的自殺 是不是一個問題呢 這樣才值得探討 第一件事 我看到一宗新聞 就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無厘的 在香港故宮 香港故宮 原來搞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重塑教育國際論壇 為什麼在故宮搞呢 你不明白 真的不要緊 就說 原來香港在 十五歲以下的自殺率 是歷史新高 那就十萬人裏面有1.7人 1.7人 你看看數字好像很少 但是 喂 第一件事 要記住 你不是自殺了才有問題 大哥 你很多人想自殺 這個經驗是一個問題 是吧 那2020年的時候 是一個了 現在是1.7個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去到長者了 長者2021年 全香港的自殺 2021年是446個 是對上五十年以來的歷史新高 是歷史新高 如果有一個人 適切的確是 可視率 立即使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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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